接下來就是一些簡單題 複選答案不只一個 請問你下面敘述誰是對的? 下面敘述誰是對的? 哪個敘述是對的? 16 沒有通電,如果沒有通電就可以吸 然後他就是有直信啊 然後他就是有直信啊 那沒有辦法證明 沒有辦法證明電流磁效益 弄交代是為了絕緣 那個短的時間也不會生鏽 那麼短的時間也生鏽不出來 不是為了生鏽 插有鐵釘 電流磁效益 還有軟鐵棒被磁化的磁掌 所以磁力會增強 所以秉是對的 安排右手 握下來 電流從紙 上面從紙外外繞 所以這樣子握 大拇指朝右 所以右邊是N級 所以呢 秉丁就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秉丁 22題 剛剛講過那個碳粉核 誰是對的? 碳粉核誰是對的? A 這個人叫做提拉 3 1 A 請坐 我們前面跟您說了 如果被壓在比較緊密 比較會導電 就表示電柱比較小 電流比較大 所以答案要選的是A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是參考書的題目 用的是參考書的錯誤講法 我剛剛講過參考書說 光纖不需要電流換大劑 這是錯的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無界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無界 所以答案是哪一個? 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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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 11號 無界 無界 幾例 C 誰 C C C 你選C 你相信蔣明媛喔? 你怎麼可以 光纖可以體軍小船 更多的訊息 用雷射光船 光束船 不受電場影響速度又快 衰減小 長距離傳說不用放大劑 所以我們說說C是錯的 所以我們說C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C 第六是我們的練習第三 OK 有問題嗎? 沒有 提醒客房練習